北京南海自公园地处大兴区东南五环外 靠近义庄 占地规模超过11平方公里 有4个伊和园大 是北京六环内最大的湿地公园 南海自的历史 南海自地区历史悠久 原本区域包含现在大兴区和丰台区的南四环到南六环之间区域 因为地势低洼 泉水 河水 与水都汇集在这里 形成了几个很大的水面 就叫南海自 因水草丰富 附近的动物比较多 尤其有当时世界独有的泥露栖息地 从辽津开始就是渔猎和狩猎场 到了元代成为皇家狩猎场 明代更是扩大规模 只是明中后期衰败了 到了清代又成为皇家最大的猎场叫南苑 修有四座行宫 普通百姓不能进入 清末为解决财政危机 清政府逐步把南苑土地租赁出去 民国后一直是军队驻地 解放后是北京南郊农场和副食品基地 1985年因为英国乌邦寺公园愿意无偿赠送给中国 国内已经灭绝的麋鹿二十头 为了麋鹿种群回归故地 在今天的南海自公园开设了三百亩的保护区 供麋鹿返眼就是最早的麋鹿院雏形 如今的南海自公园是在当年麋鹿院基础上 在麋鹿院的南侧修建了南海自公园一期工程 在麋鹿院的北侧和西南方向修建了南海自公园的二期工程 等于南海自公园包围着麋鹿院 不过麋鹿院依然是最吸引游客的景点 需要注意 公园一期 二期 还有麋鹿院之间虽然相通 但又相互独立 尤其麋鹿院是封闭独立的 只有唯一的出入口 想去麋鹿院千万别走错门 不然你要绕很远的路 关于麋鹿院 我会单独详细说一起 开放时间和预约 南海自公园和麋鹿院都是免费的 南海自公园开放时间 夏季早六点到晚九点 冬季早七点到晚八点 麋鹿院开放时间早九点到下午四点 周一闭馆 南海自公园不需要预约 麋鹿院平时需预约 在麋鹿院公众号上可直接预约 原则上有人数限制 实际没限制 尤其五一这样重大节日 反而不用预约随便进 公园交通 南海自公园一期有三个门 东门 东南门 南门 南门也叫南一门 是公园的正门 南一门和东南门都没有公交车 只能自驾车前往 南一门是去麋鹿院最近的门 去麋鹿院一定从南一门进 可惜南门的停车场都在马路对面 从停车场到南一门需要过马路 推荐导航南海自公园二号停车场 没车位了 在导航一号停车场 一号停车场需要从画面中位置 走到南一门这个广场可以放风掌 公园东南门左右各有一个停车场都在公园同侧 近公园很方便叫南海自公园停车场和南海自公园三号停车场 三号停车场一般都有车位 公园东门左右两侧是五号六号停车场 南海自公园二七也有三个门 南二门北门北二门三个门离麋鹿院入口都很远 不要看地图上距离 实际道路距离很远 南二门只能自驾车前往 但南二门附近的停车场很多 而且都在公园同侧不用过马路 最近的是18号停车场 然后按距离越来越远 一次是19号停车场 21号停车场 公园二七北门最近停车场是12号停车场 然后一次是11号和10号停车场 公园北二门是9号停车场 公园所有这些停车场之前一直是免费 包括今年五一期间都是免费 但公园已经贴出收费通知 五月后可能收费 首小时零元 首小时候每小时四元 打车和公交车到南海自公园并不方便 所以不推荐 非要坐公交的话 地铁八号线银海站B1口出 前行160米 换乘新74路 车次不多 要等很久 新74路在公园的北门和东门站下车 去麋鹿院推荐东门下车 东门距麋鹿院入口大概1.8公里 相对北门会近一些 公园注意事项 公园春季阳续和柳续非常多 竟放风筝和无人机 宠物 自行车禁止入内 公园内能看到儿童平衡车 滑板车 电动平衡车 公园内可铺地垫野餐 但不许扎帐篷和吊床 公园义气人很多 道路狭窄 再加上电瓶车 观光车 人车不分流 一定要小心 公园很大 内部道路繁多 只是排不多 还不够清晰 带孩子去 游玩时间一般都是三小时起 随随便便走一万多步 公园看点 南一门是最重要的门 步行走圣石桥去迷路院最近 距离湖边陆明海也近 周边各项游玩设施多 公园比较大 孩子老人可以乘坐观光车 观光车是从南一门到迷路院入口 也可从迷路院返回南一门 推荐回来时坐观光车 单乘价格是出1.2米以下 不站坐儿童免费外 只要站坐就收全价票20元 而且一个大人只能带一名免费儿童 南一门还有两座自驾电瓶车 每小时120元 注意一期自驾电瓶车不能进迷路院 也不能去二期 同样二期的自驾电瓶车也不能去一期 南一门附近有陆明海码头 可租船 这是划船价格建金窗口办理最快 一期东南门也叫牡丹园门主要是花卉区 这里四月中旬到月底牡丹花盛开 一进东南门往右是去公园的东门方向 游客较少安静 往左是去湖边和迷路院 游客较多 公园内的观光车只到东南门附近 并不能直接到东南门 公园东门就是于普通森林公园一样 从公园东门去迷路院 到达迷路院东面时路边会有两座官路台 官路台春夏秋部推荐区 因为都被植物挡住了 基本什么也看不到 再说公园二七南门也叫南二门 这里是游客游玩二七的重要入口 从南二门到公园一七需要走很远 需要绕公园中部的迷路院半圈才能到一七 到迷路院的入口则更远超过三公里 从南二门到迷路院有观光车单乘每人四十 比一七要贵一倍 观光车二七转一圈是三十 到二七北门是二十元 此外 南二门还有小火车 价格五十 绕夜银海东湖一圈 公园二七虽然有湖 有三座码头 但现在没有游船 想划船 暂时只能去公园一七 公园北门 游客相对较少 进门正中间 有个高台叫观右台 台上的风景都被树挡住了 没必要上去 进门往右走 都是树林适合散步 休息 像地图上标注的亮音台 海青台等历史遗迹 现在就是人工纪念碑 没必要去 北门进门 往左 是去湖边的大草坪和木栈道 可惜我去的时候不让游客进 在向左 是免费的儿童平衡车乐园 带孩子来的家长比较多 在公园北门还能租到单排 双排的自行车以及自驾电平车 直接扫二维码就可支付或缴预付款 需要注意 必须在固定还车点还车 不然要收调度费 北园属于二七 车辆只能在二七行驶 不能去公园一七 因为不是一家公司运营 公园还有个北二门 您可直接忽略 下期给您说说麋鹿院攻略 假如有用请点赞评论区回复有用